刚才那个情况我现在还没搞明白 然后我重新换一张图片 然后把这个内容再贴一次 其实刚才上传的那个图片我们也看了 它里面是有内容的 这段话我们写进去的 在里面 但是没有直径成功 始终是 不知道这个图片和图片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之前下的N张图片都没问题 就这张就有问题 咱们先去 你们先别复制了 这个也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上传一次 我们把这个CC传上去 双击了 就在这边传吧 就在 就在Windows这边传吧 一样的 打个后 回来就这么费劲吗 192168点 19 什么意思 它设了代理了吗 哦 没设置 找到Dbw 不保存 然后首先将那个CC给传上去 也就是在桌面上 上传 然后再找到文件的这个 上传漏洞 文件那个包含漏洞对吧 然后在这边呢换成 这都没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凳子齐就有问题 你就不要用凳子齐了 图片呢尽量找小一点的 小一点图片 它大的话执行会有问题 它可能不让包含 好 那么执行完成以后呢 就应该是会产生 CC呢只有5K大小 看到吗 我刚搜的时候特意搜了一个 小图片小尺寸这样的 小尺寸啊 然后这边 完了以后 这是我们上传的CC 当然你可以打开看也可以看 这里面就会有那个一段特别的一段代码 还在上面是吧 看是不是这种特别的代码在上面 然后那这边呢应该就最终生成了 然后VR下的3W下的DVWA 漏洞下的这个是20吧 然后more下是20 好 这是我们的内容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不是被我们文件包含的方式执行呢 下面连接呢 我学习相信都没有问题了 也就是 都猜到连接 是在这下面的一个叫做 这个在文件上传 实在文件包含目录下面是吧 下面一个叫1220的文件 好 我看看这玩意还能用吗 这可能是 什么都导致的 一个这么急把我啥都毁了 我把菜刀拽下来放在这里怎么用啊 我可能机器都需要重启了 不知道犯哪个毛病 它 软件可能没有坏 来来来 我所谓 我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菜刀 还设密码 1是吗 1 怎么复杂密码我记不住 根本就 然后 嘿 整个漂亮 还长得这个呢 你们要非要复制一下 里面的是要20点PAP 密码叫杨哥是吧 对 添加 是上面那个 打开还不算 还在关上能够上能够删 那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是吧 对 我们在这上面新建一个文件 对 我答应是吧 可以吧 可以 然后将它删除 也可以 好 说明这个就没问题了 是不是 这个 别的都不要说了 然后你下一个小一点图片就行 我刚才刻意其实还是在找小图片 但是我觉得 我原来用的那个Red Hat也是20度K 可能也不是那个问题 好 那现在为止呢 我们的这个本地文件包含 一个基本的过程就已经搞定了 然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远程文件包含 这个就不费那么多技 远程文件包含呢 只要我们自己搭一个服务器 把我们的这个要包含的文件 提前扔到这个服务器上面 对吧 然后我们来包含它就可以 OK 这个搭一个服务器是哪个机器搭呢 我觉得我们已经学习这个运游很长时间了 你随便找哪个机器搭是不是可以 凯利他也能够帮你承担这个角色 因为凯利他本身呢 也能够是网站服务器嘛 是不是 所以其实找谁搭这个服务器 我个人觉得不重要 来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凯利 IP地址呢 那不一定 好 我们在凯利上面呢 把那个 APA7给 启动起来 它既做 既做攻击者 同时又提供这个 它不叫ATDP 它没有ATDP 它叫APA7 A2 往后前删 删不掉了 我还把他点死了 什么事儿在我手上都出现了 不要这个 按这个 A2 A2 A3 A3 A6 A6 A4 Blo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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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3W 下了FTML 那现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Kainin的这个机器呢 它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除了有个IP以外 IP是177嘛 是吧 你看它现在呢 我们访问这个192.168.106.177 它只是一个测试网页 是吧 它只是一个测试网页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要的是在上面放一个 最终生成乌玛的那个文件 好 也就是说你看 我们在下面建了一个 阳哥.tsc文件 往这下面 内容呢 这是最终生成乌玛的那个内容 是不是 好 这边 什么东西 VR下的3W下的 FTML 叫什么 无所谓吧 反倒五 这个文件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TST文件 它怎么入侵 怎么执行 对不对 但是我的IP都不知道 但是我的IP都不知道 那个 我这个文件只是一个TST文件 我也没包含 执行不了的 你看这里呢 粘贴的话要注意 按Ctrl Shift加V 或者是点编辑 这里面有个粘贴 可以 好吧 好 这是最后生成哪个文件 是50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文件是不是可以用 叫阳哥.tsc 这你说的反照不可能的 这只是一个显示结果而已 明白 它本身就是个TST嘛 它虽然说里面代码是PAP的 但是在我这儿它就是个TST文件 我们要的是把它包含到那边去 对 你看 现在呢这个包含很简单 在这边把这个换成 找到文件包含 把这个换成一个远程路径 是不是可以呢 ITDP 不用了 不用输了 刚才复制过了 看到了吗 这个就没有乱码了 因为它本身也没有乱码 因为那正常的是一个 是一段PAP代码吧 好 那我们只要看看 有没有最后生成就行 这个可能不用考虑路径的问题 因为 路径都已经试过了 没问题 是不是 好 我们也不用上传 1250出来了 是吧 然后摸一下1250 看到懂吗 各位 这个远程文件包含是不是非常简单看起来 你只要把你要包含的那个文件提前 在你自己的网站上准备一下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不一定是图片 你干嘛一定是图片呢 你是这样的行不行 你是PAP的行不行 也行 你看 我们再来试一下 我进到Warsha的3w下的itml下面 把这个杨哥改成 听不见了吗 在我这边执行是有危害的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执行了 后面加上路径 你最好不要是PAP的 对不对 有这个文件是吧 看 你执行的吧 行李完成以后 60是不是出来了 他等于是他能拿这个文件去执行吗 对不对 他把这个文件包含过去执行 好 那最后我们用菜刀再来走一次 来 哎 怎么没有内容啊 确实没有内容是吧 60是空的 60是个空文件 东西没写进去 看来PAP的还是有问题 你就TST或者是JPG就可以了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 代码的一些问题 我看看 这个PAP是有问题的 对吧 这个如果把它当成一个PAP 这边 这不是一个 这个写法呢 不太像个PAP啊 写的是有问题的 是这样写才行吗 我们就写TST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复杂 试一下 试一下把那个原文件先 是要60删了 再来执行一次 还是他吧 还是他是吧 先看大小吧 干脆没有了 干脆没有了是吧 他那写不行 那可能那个特定 他有特定的这种写法 特定的这种格式 那就咱们就使用TNC 或者JPG就行 特定的格式 OK 那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50 用那个菜刀来连接一下 这个 就只能使用这个温器里面这个了 外面那个除问题了 外面那个可能需要重启才能用 这个20和50呢 其实是 只是 密码不一样是吧 50里面的密码多少是 这样吧 我们顺便把我们昨天讲到的 那个数据库的配置也配一下 还记得吗 T 类型 Masicle 斜线 T 然后 主机 H 闭合一下标签 Logo host 然后是用户名 U 闭合一下标签 然后是root 密码呢 我们就暂时当知道了 好吧 因为确实你不太可能知道 我们是通过注入可能已经知道了 OWASPBWA 好 没问题吧 确定 然后看一下50 这几个基本功能 文件管理 可以吧 好 我们把那个SL20删了 能删的话说明一切都可以 然后紧接着点它 然后数据库管理 这个库都出来了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看 表都出来了 然后以及呢 讯终端 这也是没问题吧 OK 好 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那这个呢 结合了两块 一个是文件的 上传 一个是文件的什么 包含 这个包含呢 我们分为两个 一个是本地文件包含 一个是远程文件包含 很显然呢 远程文件包含呢 这个效率或者说 这个做法呢 更加从容一些 简单一点 是吧 这个中级这一块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文件包含 中级那个 对 文件包含漏洞 下面我们来把这个安全级别调为 中级 下面我们将这个级别调为到 这种中级别看一下 刚才有什么不一样 调到中级别以后呢 我们首先呢 来到这个文件包含漏洞页面 看一下圆码 这个圆码呢 里面呢 它上面这段是一样的 下面定义了一个错误的这种输出 输入 ITDP是吧 ITDPS 用到一个函数 什么Stream Reblitz Reblitz 替换函数 就是把ITDP帽双写线换成空 那么现在这个中安全级别呢 它对本地文件包含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影响 还是一样的 你看 现在是中安全级别是吧 我们后面呢 加上本地文件的东西 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任何影响 就是说 对本地文件包含漏洞利用 没有任何影响 你可以照样的去包含以前的文件 没问题 那么我们去上传一个图片呢 也是没问题的 没有吗 你看 我这边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说 同样的这个 同低安全级别一样 如果要 再做一遍的话呢 就做一遍 这边我只不过改了一个 改了一个文件名 制作木马 制作一张图片的 带有木马的这种图片 上传上去 图片上传一样 没问题吧 上上去以后呢 这个 访问也没问题 最后呢 我们去执行 带有这种漏洞的这样一个 也没问题是吧 好 最后通过菜刀连接呢 也没问题 那远程文件包含 就会有点区别 这就是它 中安全级别里面 不同的地方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建立这个 远程服务器 远程文件包含里面呢 同样也要先建立一个 能够提供这个文件的服务器 是吧 这个跟刚才呢 也是一样 就整个步骤 大家看到没有什么区别 好我们可以 再加一个文件也行 那我们可以 把内容呢换成这个 现在是中安全级别是吧 好 看一下啊 我现在 再在CALY上面呢 再建立一个 杨哥500的 TSC文件 好吧 然后内容呢 好注意点编辑粘贴 好 最后生成的SHELL的话 应该是SHELL500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按照以前的套路呢 我们就是去执行了嘛 在这边去执行的时候 加一个 ITDP帽双写线 192.168.177 下的SHELL500.TST 是这个文件吧 这个路径对不对啊 我们可以去验证一下 我们去验证一下 这个服务器 是不是500这个 不对啊 不是SHELL500 是那个 杨哥500 生成的是 好 杨哥500是对的是吧 OK 这里 按照刚才的这个 低安全级别 我们这样做是直接没问题的 对不对 对 现在 你也看不出来 你得去看看那个文件有没有生成 它生成的应该是SHELL500 SHELL20 2050都有 就是没有500 没有500吧 说明那个没有成功 这就因为一个中安全级别的问题 别的都不是 那中安全级别到底做了什么呢 它对于 对它替换了 它会把你这个ITDP帽双写线给你换成空 就相当于这儿没了 那没了之间当然就报错了 对不对 当然就找不到了 它把你的ITDP帽号双写线变成了什么 空 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这样写可不可以呢 看啊 那如果把这个 各位 现在你看这个路径啊 写的有点怪 它 它里面有一个ITDP帽双写线 它会给我换成空是吧 那换成空以后 前后一合并就 OK了 回车 你看没有什么感觉 那只能通过 这个结果来验证 有了吧 有啊 有啊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没法绕过呀 这个 这个ITDP帽号双写线 等于是在一个正常的 这个ITDP帽号双写线里面呢 把它给它打烂了 打碎了 打烂了 然后换 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所谓的 ITDP帽号双写线 然后你看 等于前面是两套 ITDP帽号双写线是吧 捡去了其中一套 还有一套 但你怎么写都行 你这么写也可以 你写成 原来正常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种 ITDP帽号双写线 你从哪儿写都行 你只要保证它是烂的就行 这样就行 你只要保证把那个原的 那个IT帽 双写线给它 给它捣碎就行 变坏了就行 这样吗 就相当于 所以你是一个记者 这个屋它不让 禁进那个会议室 它不让拿相机 是吧 所有人走到跟前呢 都会把相机 都搜一下你包里面 有没有相机 他 首先呢 可能扛了两个相机上 但是包里面又揣了一个 然后 按照常规来讲的话 就会认为 对就把你的这个 明显的给你收了嘛 对不对 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个 这是高 这是叫什么 中安全级别 对于这个项目来讲的话 是这样来做的 那么高安全级别呢 如果是高安全级别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下面调为 高安全级别是吧 好 再次来看一下它的圆码 看圆码 看这个文件包含的圆码 是怎么一个方式 大家看 这个跟刚才不一样了 如果文件名不等于 一个root.pap 直接就说文件没有发现 不是什么头文件 这文件的名字 只包含 就这个文件 这种呢 这种呢 我们叫 印编码 就是写死 写死其实是不灵活的 对于后期的一些修改什么的 不太灵活 就是你只能用这个文件 是吧 那你要 比如说你要包含十个文件 你还得 就得写十个 你不能够写成那种什么 新点什么什么 不好写 但这种 无疑呢肯定是安全 是不是 就像朝鲜一样 朝鲜的网络为什么 不会被攻击呢 他们不上网 他们不上网 对不对 就你想攻击 也攻击不了 对啊 他没有联网 那个所以各位 这种呢 有人说这种方式 有没有漏洞呢 没有了 是不是 但是这种方法 肯定不是最提倡的 因为这样的话 对于开发人员来讲的话 还是很痛苦的 是不是 对他要这种写法 他可能包含了不止一个文件 两个文件 很辛苦 所以呢 当然最好就是对包含的文件 稍微做一些检测 比如说 不要随便使用这种新 是吧 什么新点什么什么 这个就很危险了 嗯 嗯 哪个 哪个 没听明白 没听清楚 没听明白 没听清楚 你稍微要什么 要注意一些 你不要 不然的话呢 你没有注意的话 他就可能会远着包含 如果本身人家没有包含这个 人家没有写包含这个行为 那你怎么着也没有用吧 对 就是 你要写了包含 你要想去利用这个漏洞 是人家有包含 而且还要建立在什么 对包含的内容 没有做 严格检测 才能构成 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漏洞 明白吗 这就是文件包含 那各位 不要太 这个 轻看这个东西 那么 十个 可能一百个开发里面 就会其中有几个开发犯错 而且呢或者说呢 在某个 在 有那么多页面是吧 他可能在某个页面上就会犯错 我们在后面会讲那个 叫什么呢 web的漏扫 我们自己 有人说今天这些漏洞 很明显的已经告诉你了是吧 对 这个是把机嘛 对不对 那实际上呢 作为一个网站来讲的话 漏洞会告诉你吗 不会 那我们要去漏扫 扫出来 是不是 我们人工肯定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通过一些漏扫软件 然后去呢 扫出来这个 有什么 有漏洞的这样一些东西 但是呢 一旦扫出来了 它的效果跟这个是一样的 明白吗 所以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讲了两个漏洞的点 一个是文件上传漏洞 它是利用 它是 也是开发者对上传的文件 没有做严格检测 是吧 导致上传 我们如果能上传PAP的话呢 一切就结束了嘛 对不对 一切就直接就上传一个 木马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文件包含呢 它是从代码的层面上 它去包含 另外一个 另外一些 一些文件的这个代码过来 然后 如果说没有对包含的文件 进行检查 包括TST啊 JPG啊 都可能会包含过来 是吧 而包含过来里面的代码呢 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用来声称什么 木马的这样的代码 好 文件包含漏洞 当然它不是 在整个漏洞的排行当中 它不是最高的 但是呢 我们说安全这种东西啊 它是 木桶原理 这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 取决于短板嘛 最矮的那个板 所以任何一个点 不安全 都会导致你整个系统的这个 权被别人拿走 OK 这是文件包含 好 这两个地方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文件包含和文件什么 上传 那么 在下一个话题呢 我们就会讲到 SQL注入 这个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一个安全问题 安全安全的一个风险 第一位 啊 表霸尼 答案 优优独任